弱房的状况其实已经失去了一段时间 这个东西可能跟代谢物 DHD比较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可能要对症下药 可是等到我发现这个的时候 前额的部分是没有头发的状况 所以就往直房这个方向去 是同时房地产产业 因为有执照的关系 可以更深刻了解说 书里有专工这件事情 除了执照之外 我也会更看重 就是说我的选择的对象 是不是有一些相对等的经验 可以提供 刚落发的时候一定都会进入一个 所谓的denial的时间 就是完全不详细承认说 这个可能是人家书生的雄心徒 所以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去尝试过很多 不同比较自然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阴阳的补充 什么心 那到最后是落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我就开始去用所谓的 Minoxyl油的圣发水 它并没有很明显地改善我的状况 所以我就往直房这个方向去 直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直房总是也是有一些术室上的区别 我如果做的功课没有错的话 那应该是说我们移植的那些部位 一般是从一个所谓用生发的地方去做移植的 这些地方的头发没有所谓的DHA的 receptor 因为没有DHA的 receptor 它其实移植到我们前面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所谓落发的情况 它应该要是可以健康地存活下去的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它的存活率 跟医师的专业可能有比较直接的correlation 然后另外就是我有做猫雀这边的功课 就是说他们的种植成活率是高大学生的一项 这个部分其实一点都不担心 我从咨询的过程就是从LINE上面 那回复也都回复很快 也很精准 对所以我只是自己不放心 我就是一定要亲自来给院长看过 不然的话其实从头到尾上面的沟通 我都问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执法后的期待的话 可能就是希望头发往上梳 或者说就需要做一点造型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密度好一点 因为现在确实是就是可以看得到一些空洞的情况 对那确实是还不是很好看 再包括留言长在内 前前后见了六个医生 那为什么要看这么多的医生呢 其实想要好好的评估 那不是只是说让医生有机会好好的评估 我的状况更多也是说 我能不能够信任这个医生 对就是有一个双上评估的概念 那有一些它是真的可以建议执法的 就是说也会让我好好的考虑 然后告诉我说 不同的执法方式的利弊 那这个其实是专业的部分 这个是我在任何其他证所 都还没有人跟我解释的 从砖头然后到术室 然后到一些其他风险才注意的问题 这个从头到尾都解释得很清楚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毛爵